我就公开今天在电视电台的节目上 跟你来讨论的 你比如说我刚才讲了 军工教这些退休人员 八百壮士多辛苦啊 每天牺牲自己的 那所谓何来呢 他们在争取半天争取到最后 可能也是为下一代争取到一些 但是对他们自己每天这样苦心争一样的 那我就觉得了 我今天看到报纸 那个李明哲的事情啊 那那个有些人那就觉得说 这个大陆这个被 好像被什么的 就是被动 被认罪啊 就是被认罪的种啊 他们要应该要向国际上去发声音 把这些东西 所以要到大陆去看他这个现况 然后把这个记录起来 要靠国际 到国际上去 要告洋状 那我就觉得是真的 绿营都会玩 蓝营为什么不会玩呢 我今天公开跟退休那个军工教的这些 这个退休人员 你们有什么冤屈 老师说一句话 到法庭去到国际上 到美国去 把这个整个宣扬出去 什么四大运 四大运去哪个旗子 然后在外面 然后在外面 故意制造说 哎呀对丢国家的脸丢台湾的脸 结果你台湾的这个独立的在现场里边在闭幕式 你倒不讲丢脸了吗 还发国企 发他们的台湾 对啊 你就不讲丢脸吗 那你把这个这个这些团体军工教的这些团体 你们有任何的走向国际 告洋状 这个过去讲的 告国际上 甚至于是直接到海牙的法庭 为什么 因为你的退休金是你的财产 那些讲人权 那是已经规定的政府明文都是立法规定的 是你的财产 你最后你将来可以做你人生规划 你自己的预算要怎么用 现在凭什么来扣押你的 缺减你的 对不对 你今天台湾讲的人权 就告国际人权组织啊 台湾现在这叫人权吗 不要在马路上那些 你把精神力量 把那些钱累积起来 就到美国去 就到哪里去 走到哪里 就告到哪里 这个才是一个要做的 今天我我为什么在公开 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背后 我去找了那些团体 然后去告诉他敏感症 我觉得不是 这是个是非 就是老爹说的 跟着道理走 你今天这是我的活命前 这是你政府盖章的 你怎么能够随便把我取消呢 你先从台湾的法律上 先处理 再到国际法庭去 而且这个了解西方民主理论 人权理论人都知道 西方讲人权最早就三个 生命自由财产 财产是最早我们讲 人权的三个重点之一 那些好像大家都觉得说 有些人说 因为我就是讨厌军工教 所以我们就 又抱怨说他拿了太多 我们就去砍他的 但是我们如果今天 回到人权的概念 任何民主国家 我们支持这个国家 最基本的前提就是 这个国家要维护 我的生命自由财产 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那这个国家 他对一般人来讲 他就没有存在必要了嘛